要把他帶到後面處理嗎 他們本來就認識耶 原來是認識的 他還一個伴貴的給他耶 哇 他還一個伴貴的給他耶 應該不會打他啦 兩個感覺很熟的樣子 流行馬島五郎 城島無浪 他們是夜王 蒼天爵夜王 以前有一個很有名的日劇叫夜王 還滿好看的 他這樣講到他以前是黑道 所以真老更不喜歡 他整個動作都是很尊敬的動作 嘴巴上好像很不願意 但是身體倒是挺老實的 誰都在羨慕的立場 你只有一個人 在這個街上有什麼事 該不會真老才要回去當黑道吧 幸福的人 一一一意地悲哀的 今天會不會有話 我只是處罰啊 我們到底幹了什麼事情被處罰 真的他以前真的是黑道的 BOSS 這個也是 這個左川也是黑道 真的是黑道 第五代 靖江聯盟直屬左川組組長 哈囉 然後安安安安安 哇給他錢了 該不會裡面都是日幣吧 這個月的業績欸 下個月會達到一億 去咧啊 真的好想要當黑道 難怪那麼認真 那麼認真在驚艷 對自己老闆講話蠻凶的 還要五億 所以我們現在要經營酒店就對了 一個想打 時間停止器 原來左川擁有時間停止器的能力 還是他只是腰閃到 黑黑的地方 哪裡是黑黑的地方 原力這麼強 黑武士 他要道歉 為了回黑刀狂賺錢 馬上猶豫 馬上猶豫 馬上 一個被威脅 還蠻慘的 得子 欸 剛好出現這個名字了 靠 還把我們小姐調走欸 靠 還是第一紅牌欸 我們第一紅牌就被調走了欸 這個組算是王八蛋 有記住 有你把他搞死 把你丟到牛郎店工作 死定了 感覺掉一個小姐應該損失業績可能好幾千萬啊 怎麼辦呢 我要培養新的紅牌出來啊 店長長得很像路人 現在店長還知道 剛剛也聽說了 要做這個工作 怎麼辦 我們業績要掉啦 我知道啦 所以我們要出去找小姐嗎 還蠻好玩的欸 我們要去開發新小姐 我要去挖腳 阿爾德賽的小姐 跟我們打對台 我們要去挖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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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雖然被借了五十萬 但身上還是有三萬塊 帶著三萬塊的日幣 折合台幣大概是 八千塊錢 八千到一萬塊錢 我們要去挖腳囉 這妹子會理我們嗎 我知道 利用我的一個眼神 利用我們這個眼神 來說服他們 沒有問題吧 這不會是變成一個愛情遊戲吧 攻略小姐 奧德賽在招伏丁 總之過去看看 前往奧德賽 這邊的地圖 這邊地圖是不太一樣 真的不太一樣 好 各位我們先解一下主線 然後 除非有遇到支線 不然我們不主動解支線 欸 突然前面的老弟 我又是什麼勒索哥吧 靠 穿著一個雨靴欸 這誰啊 長得不太像人類 老弟就是這間酒店的主人吧 對 是沒錯 果然光是看走路方法 無懈可擊 好 不好意思齁 我們有點忙齁 請問你是這個 我們最佳娃小姐齁 那個不考慮男性齁 啊 繼承了某種武術啊 什麼武術 覺得自己武功開始衰退 為了一世伸手 離開東京展開修行 寶石時代 每個人都極盡奢侈之能事 可能因為這樣 看不到對事物感到飢渴的男子漢 聽到叫Gran的酒店 有個相當有趣的男子漢 應該就是我們了 請問你有來過我們店嗎 看你的穿著應該是 乳蛇喔 應該是沒錢的 看起來好像賣魚的喔 讓女人在旁賠酒這種墮落的事 我怎麼可能做 本子是沒錢吧 原來不是客人 那就沒有必要客氣了 喔 這邊口氣要不一樣了喔 這個在舞者修行的阿伯 找我有什麼事 老弟你對那事物飢渴的模樣 比其他人太強了 可以跟我較量一下嗎 要我跟你打架就是 哇 怎麼感覺跟那個酒神一樣阿 動不動就突然跑出來要跟我們打架阿 一文不值的事才不幹 現在很忙 老弟你做這種正當的工作 是沒有辦法滿足心中的慾望 心中的鬼 長得是有點像陳維銘 要讓你心中的鬼滿足只有一種方法 就是和強者交手 解放 內心的 本能 喔 你就是那個強者嗎 但長得真的不像 霸王硬上弓開打 所以我們到底要不要跟他打 我可以跑掉嗎 超展開耶這個 莫名其妙要跟他打 應該不會被打死吧 這邊沒有什麼武器可以用耶 沒有什麼傑安特 凱萊老弟是難以透露給人知道的事情 喔 有難以透露給別人知道的事情 隱藏實力 拳頭就跟刀子一樣 如果收記哨裡面生鏽 再緊要關頭就拔不出來 有這麼爛的刀子會生鏽嗎 偶爾盡情的揮個拳也不錯 喔 但是面對長得像魯蛇的阿伯 實在提不起進來 放心吧 放馬過來 後面怎麼兩個路人阿 可疑的男子 太嘲諷了吧 幹架斯風格可以使出各種無情的攻擊 戳眼攻擊是其中之一 戳眼攻擊命中之後敵人將會痛的轉身過去身影 對迷目施展此風格 方塊方塊三角形 方塊方塊三角形 方塊方塊 喔有喔 方 方塊方塊三 按太快 方塊方塊三角形 方 方塊方塊 哎 這個你不小心就會多按一次 方塊方塊三角形 幹架斯風格的比賽季當中有著著名的熱魂的極致 在敵人發動攻擊時繞至背後可以繞背發動熱血動作 喔喔懂了 他也可以繞背 現在把他拉過來 啊可是剛剛沒有繞背 喔繞背了繞背 其實不用真的繞背 只要他攻擊的速度 靠 看起來太痛了吧 再來再來 再來 打倒敵人 哈哈哈哈 這個白一次就死了吧 這樣還沒死 原來是個殺包 看起來是蠻像殺包的 啊沒抓到 K.O 他大概脖子被我們轉了三次還沒死 轉三次剛好大概270度 你真是太強了 太佩服你了 不愧是男主角 之一 他竟然沒有死耶 看來眼光沒有錯 你是快有一天會超越我的異彩 我已經超越你了吧 這個是 哪來的自信啊 我已經超越你了吧 剛剛被我打得跟 豬頭一樣 阿伯 你是怎麼樣才活到現在 講話不好笑 前後幾十年我都是空手打鬥 過著一次又一次的賭命對決 當中也是有人拿刀子或手槍 我以後還能變得更強嗎 Soja 老弟你的身體已經開始變化了 是不是感受到你 下體的怪物即將覺醒 哇 這是說我的一個腿 腿力很強 藉著與老弟較量 找回自己的全盛期 哇 這個買賣怎麼感覺都是你賺啊 我什麼都學不到 暫時會在這個地方晃 時候到了就會出現在你面前 好啦趕快走啦 沒有錢的人 對啦 如果以耐打能力來說 他是蠻強的 但我們還是要趕快去把 西 給挖過來 來齁 四處逛逛 我看一下 不管啦我們直接去粉紅點看一下 莫名其妙又被那個 莫名其妙又被找去旁邊幹架 對啊真 真倒的招式看起來真的是蠻痛的 我們是不是要先打個小混混賺一下錢 這邊小混混先賺個錢 這裡這裡 小哥 這一區好像沒有什麼傑安特 好窮啊你們 才七萬塊 多帶一點錢出門好嗎 哎呀 剛剛沒有放到大集 總共賺了十四 總共賺了十一萬 看一下這邊有沒有雜貨店 前面有 好像是寺廟 百貨公司 我們去上面的百貨公司買個不要 以免待會的主線突然又要打起來 這個是 我要學乖了 不是啊我這個剛剛 我之前玩另外一個男主角 隨便打一場就三十萬了 還七十萬 唐吉柯德 補品 太好了 最貴的 有效回復體力 最貴的 有效回復體力 買個八瓶好了齁 那直接就進主線了齁 看一下主線要叫我們幹什麼 哇 這是另外一家酒店奧德賽 我們都沒有打聽任何情報可以直接進去 奧德賽就是這裡 要不要進去 就進去囉 我們買完補品啊 應該可以進去幹架 要是被揭穿可就慘了 對啊我們長這樣子也很高調 是不是要換裝 戴了一個墨鏡 他戴了一個墨鏡就不會被認出來 這麼簡單喔 謝謝 可是 對啊 而且對方是他的紅牌 應該不是隨便就可以點到的吧 應該要花很多錢 好像連講話的風格都不太一樣 客滿也不拒絕客人 可真周到 要是不自己找麻煩去指名吸服務才能 還是不要找麻煩去指名吸服務才能早點進去 好吧那我們就在旁邊等就對了 應該客滿 生意超好耶 可惡 由我來為 幫我們帶入 到底能不能點到吸呢 觀察一下店內的狀況 喔 可用左香菇頭來環視店內 有在意的地方請按下圈 那桌還挺熱鬧 觀看 穿豪華便褲 就左邊的那個 跟花花公子 欸不是他在講右邊的 廉價衣服應該是 喔這在講右邊 演藝圈的 而且右手一直 不知道在哪裡擺動 不知道什麼意思喔 大概是節目導演和演員 年輕的是助理導演 哇一個腦補欸 真的喔 還蠻會腦補的 客人有三個 公關小姐有兩個 怎麼看都不夠協調 所以 等一下那什麼東西 等一下 怎麼會 這個是信譽的化身 怎麼沒有人把他趕走啊 長得很像那個啊 這個長得很像那個 叫什麼來著呢 很像浩角響起啊 是浩子嗎 莫名其妙欸 這邊有一個空桌 而且不是說 不是說客滿嗎 為了營造出熱門店的形象 雖然座位有空 但是故意讓 故意讓客人在門口等 最壞 這邊還有一組客人 公關小姐都莫名過氣 那種女大學生的感覺 說好聽點是王道 說難聽點是過時 所以其實這間店還是有他不足的地方 對同年代來說 對同年代的男生來說 不太能接受 但對年紀有差距的阿伯來說 還挺吃這一套 所有人看起來都差不多 沒有特別突出 應該是店家的方針 所以他的小姐沒有什麼特色 還有什麼地方可以觀察 喔喔已經觀察完了 已經觀察完了 櫃子 長的也是一個路人臉 果然不會安排紅牌給第一次的生客 也好就跟這個女生好好的 調教調教 探索 哇真導的語氣完全不一樣 想要喝什麼呢 音調完全不一樣 變成一個有嘴滑舌的感覺 再來一杯香冰吧 太開心了 要怎麼樣來偵查敵情 開始問吧 希望可以問到有關紅牌的事 聊奧德賽 聊 當然是要先關心他 直接先聊櫃子的事 他是櫃子 你有什麼興趣呢 周末都會去滑雪場滑雪 哇開場就在那邊要禮物啊 我們要裝傻沒聽到 聽不懂 好無恥喔真不想買給他耶 他自己買耶 不好怎麼真的聊起來 差點迷思了來這裡的目的 真的還蠻好笑的 這不行耶 奧德賽公關小姐 那他直接問他公關小姐的事 這店很可愛 很可愛 真的好這個槍掉就是關心槍嗎 的確聽起來不太一樣 今天有40個小姐 總共有100 所以每一間酒店都一樣 你資歷也很高 所以每一間酒店都一樣 不然裡面有什麼 老鳥會欺負菜鳥 話題要簽到西身上去囉 我來囉 我來了第一紅牌 細節 來了給我等到啦 你是這樣跟女生問另外一個女生 他不會不爽嗎 對啊 不好跟客人講 不好說啊 真正 還要留意話題來跟客人聊天 認真有幹勁的例子 他跟我們講的有什麼大不了的嗎 為什麼要保密啊 把公關小姐教得很好 碰上眼光很高的有錢人就可以應付了 開始問吧 每個都要聊嘛 我還以為有什麼選項 出場伴遊 這個還在跳 他還在那邊跳 浩子還在那邊跳 酒店是要想辦法從客人身上扒錢 賭什麼氣 輸給貴 輸給我們 竟然在跟我們PK 對 對啊 問我們什麼事啊 我們還要挖你們的紅牌 對 這個櫃子還跟我們講蠻多事情 我們一杯酒都還沒喝 看來奧德莎要拼命超越我們 但是店的勢頭也差不多到底 會很急著想要新的客人 但我們也遇到危機啊 我們的紅牌也被掉走了 接下來到底要怎麼辦呢 酒過三巡 是不是開始要來做乳癌檢測 喔喔喔喔喔 有人來了 哇 直接被認出來耶 是說被認出來是蠻合理的啦 這應該是另外一間店的經歷 這個櫃子要被嚇死 不好意思,你能不能外出嗎? 你的目標是望遠的嗎? 完了,直接被拆出來的 這就是你做的方法嗎? 如果要做的事,你也會叫我去找我 説得或交測 可以直接公斷挖他 要不行 我來説説的是你 我去説説是你 山形 我? 我嗎? 我看過了 這個店確實在繁盛 客人都是老人 難道我們要跟他合作嗎? 感謝斯卡特 感謝你 這邊小姐不夠 直接正面點題 正面點出 對方不足夠 對呀 兩男用一女樣不太好嗎? 我會說 對方不太好 對方不足 那你真是 你真是 你真是 只要我身體 對方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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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 都是常見過的 那位第一名 但如果想要不然,現在的客層會有充分充足 這裡有個腐蠻打打子 是我們比較厲害的小姐 對,我們要拿什麼跟他換 先拿錢 拿錢換嗎 真的是很像球隊 很像球隊球員交易耶 拿新人跟他換 人肉重計的感覺 那些人是不像球隊 不像球隊 他們是不像球隊 這是不像球隊 你不像球隊 那些人都不像球隊 你不像球隊 所以我們是要去找一些新的小姐,然後來跟她換嗎? 不知道祖先任務是不是這樣做 這個三型也太好說話了吧,這樣講就講,竟然就答應你 對啊,還沒有看到人就砸錢,搞不好長得很抱歉啊 對啊,今天是我的大招 根本什麼都沒喝啊,哪有請客啊 請一個長得像路人的小姐來陪我們聊兩句,然後一杯酒都沒喝到 好啊,所以現在我們就要回去訓練新的小姐,然後來跟她交換 還是要去賺一千萬,應該不用賺一千萬吧 真的嗎? 對 哇,超簡單的 對啊,這個交易怎麼感覺有點隨便 蒼天絕大機 好吧,我們看一下,搞不好後面還有其他主線 這一區跟... 另外一個主角那一區好像不太一樣,這一區都是酒店 不知道兩個主角什麼時候劇情才會交會在一起 啊,靠,找錯了 這邊有一條河啊 沒關係,沒關係,這邊應該可以... 謝謝